今年以来,AMD在CPU和GPU领域不断发力 先是锐龙5000系列新U上市 再有RX6000系列显卡的Super版本曝光 而在近日面向主流市场 AMD将再推出两款新卡 RX6400和RX6300 至于它们的详细规格和性能表现 下面就跟着抄一课,来看看吧 不得不说,在英特尔公布独立显卡之后 本就过得不太舒服的AMD跟着雪上加爽 前有NVIDIA的GeForce RTX显卡 后有英特尔的ARC瑞逊显卡 所以这种情况下,AMD只好见招拆招 推出以价格取胜的RX6400和RX6300 具体来看,在核心规格上 入门级的RX6400将基于Navi R24 XL核心打造 采用台阶辆6nm制程工艺 拥有12个计算单元和768个流处理器 基础频率为2039MHz 加速频率为2421MHz 同样会支持16MHz的无线缓存技术 而在显存方面 RX6400配备了未宽为624bit的4GB GDDR6显存 显存速度为14Gbps每秒 但由于定位是入门级性能 所以整卡的TDP功耗仅为523W 然后是核显级的RX6300 与RX6400一致 同为台阶辆6nm制程工艺 但将基于更小的Navi R24核心打造 可比较离谱的是 其仅会配备未宽为624bit的2GB GDDR6显存 2022年了推出2GB显存的显卡 苏玛可真有你的 至于在性能方面 根据WCCFTEC的消息显示 RX6400的浮点性能仅为3.5T浮点 相较于5.7T浮点的RX6500XT来说 有着接近60%的差距 而其在娱乐大师的跑分中 也仅能获得182212的总分 相比RX6500XT的259395分相差了42% 差距可不是一点半点啊 至于RX6300的性能目前还上不清楚 但预估只能当个独立核显来用 最后是售价方面 目前某东已经泄露了RX6400的非公版本 其整体有银白色的金属盖板构成 并采用了单槽式的半高导卡设计 售价1599元起 可谓是高到离谱 直接与此前的RX6500XT一致了 不过目前此显卡已经下架 而RX6300的话预估会是百元级 毕竟定位核显嘛 至于发售日期 RX6400最快将于本月20日发售 但不排除延期至5月10日的可能 而RX6300则取入待定状态 但目前AMD已经在其的官方驱动中 偷偷加入了两款显卡的BIOS程序 相信不久之后就会与玩家们见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能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RG强 我们下期再见